冰川溶水是大自然留给人类最干净的礼物之一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饮用水水源大面积污染的形势下 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冰川溶水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在中国饮用水行业近些年来变化较快 相比于自来水和普通矿泉水 较高档次的冰川矿泉水逐渐进入大众消费市场 在2012年就已占据国内10%的矿泉水市场份额 并且随着民众对日常饮用水安全的顾虑 冰川矿泉水的市场份额日益扩大 预计到2016年中国高端水市场容量约125亿元人民币 并且将以每年40%至50%的速度扩容 在这一背景下 麒麟冰川矿泉水场扩大建设的消息不禁而走 在水场扩建还未开始之际 2014年中国各地相继发生了水污染事件 4月10日兰州自来水本含量严重超标 这个消息很快在市民中传播开来 人们纷纷涌进超市抢购各种饮用水 4月23日汉江武汉段安诞超标 武汉三个自来水厂被迫停产 周围的三个水厂被迫关停 全市260平方公里的面积停止了供水 30万人数百家企业受到影响 5月9日竟将官方发布消息 银长江水源出现水质异常 全市暂停供水 饮用水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人们急需水质可靠的饮用水 目前中国水源地水质状况令人堪忧 约35.7亿立方米水源水质不达标 占总供水量的11.4% 中国的饮用水没有几个地方达标的质疑 使各类矿泉水进入热销期 高端矿泉水宣传水源的安全无污染 对人体的健康补充等广告语 更加迎合了消费人群的需求 冰川矿泉水仿佛在一夜间 闯入中国百姓的视线 继竹峰冰川矿泉水 昆仑山雪山矿泉水 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后 齐连山冰川矿泉水大型产业基地的建设消息 就显得尤其抢眼 因为这是中国距离人类大规模活动 最近的一处矿泉水场 在这样的地方建设大型冰川矿泉水企业 会给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水源齐连山冰川的现状如何 这里是否适合建设大型冰川矿泉水场 还需进一步论证 这一趟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好处吗 有什么好处吗 那根据有吗 目前来说的这个冰川的退缩还是非常厉害的 在冰川不太厉害 齐连山脉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是中国境内四大水源地之一 共有冰川1931平方千米 冰储量约93平方千米 齐连山是青藏高原最北原的一座山脉 在整个自然地理上起着重要的一个屏障作用 齐连山也是 是甘肯河西走廊三个内陆河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同时也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滞留 黄水河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它的北坡主要是塞大内陆河 从东向西向石阳河 黑河 苏勒河 它的水源都是从齐连山北坡的冰川上发源 在苦寒的齐连山系列冰川 每天有三四个小时 在太阳光的直射下 冰开始溶解 肆意勾立 然后逐渐深入地下 或者称为地表流水 冰川溶水养育着无数的森林 齐连山是中国野生动物生存的一个重要栖息地 深入地下的冰川溶水喷涌而出 它比地表流水清澈明快 更富含各类矿物质 这引起湿地鸟类的欢呼 沿阳从悬崖部位艰险而来 雪豹等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也频繁出现 当然 优质的冰川矿泉水更加引起一些人的关注 清澈干裂 水势澎湃 这两眼泉水成为即将扩建的齐连冰川矿泉水的来源 出水泉口海拔3250米 根据中国国家地震局检测 这两眼泉喷出的泉水水龄约7000年以上 中国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显示 齐连山冰川矿泉属于私性冰川矿泉水 达到国内和国际矿泉水的标准 齐连冰川矿泉水场位于甘肃省九泉市金佛寺镇 远在1994年 金佛寺镇就修建了冰川矿泉水场 为了节约成本 在泉沿和水场之间修建了一条细长的铁管 但是由于二次运输寺导致水质不能达到矿泉水的标准 铁制水管迅速结束了它的使命 为了保证水质的达标 之后水场开车上山拉水 加大了成本 2004年 水场宣告破产还债 在这之后 先后进行过两次调整 但是经营依旧死气沉沉 目前水场处于停产状态 扩建一事在2013年基本确定 当地政府和企业认为 冰川矿泉水的市场前景 虽有好的未来 但是扩建资金一直未能到位 当地百姓目睹了水场的变迁 也依然希望 水场借此机会能够重获新生 他们认为 齐连山冰川矿泉水重新进入市场 将会带动九泉地区的包装物流等发展 增加当地百姓的就业机会 然而水场也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 如何将海拔3250米高的矿泉水引下山 而且还得保证运输后水质大标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难题 同时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仅此一项的预算 就达到2.5亿元人民币 不容乐观的是 目前水场水源地的两眼泉水 只有一眼还能保持顽口粗细的出水 顺着水渠顺流而下 水流平缓而安静 另一眼泉水目前已难以找到较大的出水口 出水量只有第一眼泉的五分之一左右 同时他们是当地百姓引用灌溉的唯一水源 近些年来金佛寺镇及周围的生态 因为缺水并不乐观 随处可见已经干涸的河岛 植被稀疏 山体裸露 碎石铺满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是泥石流灾害的夺发地 因为和工农业同一水源 未来齐连山冰川矿泉水厂的建成和投入使用 将直接影响到当地百姓的沿水和灌溉 齐连冰川矿泉水厂所在地 一直到水源地的区域 属于齐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 并且是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 因水厂的扩建造成的人类活动的过于频繁 都会直接影响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 原本就以脆弱的保护区生态 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作为中国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在保护区内进行不间断的搬运工作 将严重打扰周边野生动物的生活 水源地上方百米即是齐连天池观山海子 现今的观山海子除了石头标志孤零零的立在内里 整个湖泊基本干涸 近些年来齐连山连续的干旱气温升高 冰川消融速度加快 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冬季 整个冬季没有异常有效降雪 雪线的不断升高 已经将山体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黑河流域的还有石阳河流域的一些水 明显感觉到这几年的水资源是有所下降 冰川的萎缩 还有一个与冬季的气温 降雪量比较少 气温不够低 降雪量少造成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影响 干旱不仅影响到了冰川 齐连山诸多湿地 也因为持续的干旱少雨 面积缩小 这直接影响到了湿地鸟类的繁衍生息 2014年春季 齐连山仅有三分之一的黑井鹤 能正常孵化 三分之二因为湿地的干涸 而被迫选择气潮 班头苑这类数量庞大的湿地鸟类 也不得不冒险选择在悬崖上 猪潮孵化 沙尘暴成为齐连山流域春季的主旋律 甚至愈演愈烈 中国古丝丑之路沿着齐连山脉全线行进 在世界历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齐连山冰川是舒勒河 黑河 石阳河的唯一水源地 也是河西走廊绿洲的唯一水源 阻挡着塔克拉玛干 库姆塔格 巴丹吉林和腾格里四大沙漠的吞噬扩展 近几年的一些研究发现 就说发现这个齐连山的冰川 每年在全球气温升高 每年在有一些的缩减衰退的过程 这样就势必会影响到内陆河流域 整个湿地水源的布局量 同时大家都知道 我们河西走廊是重要的一个生态保护区 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态保护屏障 从古至今 河西走廊沿线都是中国最缺水的地区之一 近些年来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更加加剧了用水的缺口 民勤绿洲 敦煌绿洲都面临着消亡的威胁 河西走廊古往今来 都是中国生态最为脆弱的区域 水是河西走廊最为敏感的字眼 在这里关于水的任何决策 都要更加谨慎一些 在林泽县黎原河 中国第一次进行了农业节水灌区试验 在民勤县大量观景压田节约用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全球变暖的趋势加快 导致冰川大量消融 据观测资料显示 中国冰川的80%都在退缩 七连山最大的冰川透明梦科 根据中国科学院1958年至今的监测数据表明 透明梦科冰川在50多年中退缩了300多米 目前该冰川附近的年平均气温仍在持续升高 冰川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6米的速度上升 预计到2050年 整个七连山区面积在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冰川将基本消失 大型冰川也将难以支撑 长期在冰川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监测人员 他们对七连山冰川的未来表示担忧 近2013年一年 透明梦科冰川就退缩了20米 目前来说的这个冰川的退缩还是非常厉害 我们去年在冰川末当地方有个冰洞 但是我们近年来现在完全看不到了 冰洞已经硬退缩了 目前这个距离大概有20米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矿泉水 冰川矿泉水有着其特殊性 环境气候等客观因素的变化 都会直接影响水源的供应 补给水源的唯一性 无疑为水厂增添了不少风险 但是呢这个水量呢 它是有季节性的 同时呢受这个冰川的面积 以及与当年或者是前一年的这个冬季的降雪量 呈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前一年的降雪量好 冰川发育的比较好 那第二年冲击在溶水的过程中呢 这三条内陆河的水源那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充沛 在冰川大量萎缩的时期 齐连冰川矿泉水城的水源出水还能保持多久 目前尚无人能够回答 因此我觉得说要在齐连山里面 在开发这个什么矿泉水 或者对水资源的进行开发利用呢 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甘肃延迟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物理级战长 对于冰川的任何形式开发 均持反对态度 他认为人类要还自然一个清静安宁 要让它有一个自然修复的机会 保护区通过着八万多公顷的冰川 这个面积占到齐连山冰川在甘肃境内的 38%的比例 近几年来我们保护区把冰川保护工作 列入重要的工作 对冰川周围环境的这个矿泉开发 等现象进行了坚决的固决 矿泉水厂周边的牧民因为操场的退化 被迫举夹搬离此地 被遗弃的房屋落满了尘土 关山海子再往山里有两个矿厂 因为近些年铜铁价格下跌 目前两个矿都处于半停顿状态 这个山上现在矿还没搞好 海拔大概四价处 他们现在在穿矿 其实正在开还没开 上面没什么都走 上面他们搞着搞着铁矿 一直还没搞出来 在齐连山干青交界处 近些年来加大了执法力度 但是还是有步伐开采者冒险进入 这次是甘肃延迟湾保护区管理局 对非法采矿者的又一次经历 非法开采破坏脆弱的齐连山生态环境 也破坏了水源地的水源 管理局采取只要发现 马上清理的措施 希望能更好地保护齐连山的生态 目前社会上对兵船资源开发利用 提出了各种的设想 包括旅游开发 水资源旅游 兵船矿泉水资源开发 这一块呢 目前保护区还没有 但是整个齐连山 兵船这个范围 我们要提倡 对水源的旅游开发 一定要加强 环境影响评价 进行科学的认证 达到这个科学认证以后 能够开发的 要严格按照 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进行水资源的利用 齐连山兵船矿泉水厂所在地 金福寺镇空旷而冷清 这里并没有因为水厂的即将扩建 而带来更多的生机 虽然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水 目前并不十分困难 但是再添加一个水厂的正常运转 势必会让补给水源 更为不堪重负 水厂也将难逃 未来因为污水继续关停的命运 生态意义可能更加重于 它的开发应运价值 如果能够保持好 河西走廊这片荒漠区 以及这片绿洲 面积不缩小 能维持现在的现状 或者是能够扩大绿洲面积的话 可能对甘肃 对咱们国家的生态屏障 河西走廊 或者叫北部荒漠屏障 有一定的作用 它产生的生态价值 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